警方连日打击的士司机 南收车资和非法使用汽车 坐载客取囚用途 警方昨天下午派完乔庄 在迪士尼诺园外 登上一架没有出租汽车 许可证的私家车 到达目的地司机收取车资 43岁南司机涉嫌干贩 非法使用汽车 坐车或载客取囚用途 和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被捕 同日夜晚大约10点 警员有乔庄内地旅客 一个69岁的士司机兜搭 收取高过正常车资 接载前往沙田的酒店 期间司机没有启动计程标 也没有展示的士司机证 司机涉嫌南收车资等罪被捕